KK, 每間電影公司都忍不住我們 只剩下這間肯回覆 我希望待會可以聊一會 對自己的作品有信心一點, 你可以 Marco是這間公司的老闆 王導演, 你好 請坐 坐吧 我和KK談過, 看過你的影片 我的影片真的拍得不錯, 很有藝術感 如果參展的話, 一定會拿得好成績 但我嫌不夠商業, 未必能賺到錢 我明白, 要吸引普羅的觀眾 入場確實不容易 所以公司的宣傳也很重要 放心, 我們公司的宣傳一定做得足 但影片不夠商業化 票房店也提不起 你們那邊有什麼想法? 我和拍檔經過 希望你可以補拍幾場戲 我們再加一些商業元素進去 重新再剪, 這樣的票房一定行 好, 我們也有寶柏的打算 這個沒問題 我想問你們的注資預算大概是多少 希望… 因為我們也要提送吃飯 三百萬 分三期給你 這裡是第一期 這裡就是我們拍攝的期表 如果沒問題, 我叫同事遲點聯絡你 搞定寶柏的事 難怪剛才你說沒問題 對了, 原來如此 Marco真的很欣賞你的作品 上次跟他談完, 他已經說我會注資 我還打算給你一個驚喜 謝謝, 去世了 合作愉快 Kiki, 我們先回去上班吧 我還未能走, Marco聘請了我 從今天開始, 我會在這裡上班 打算他多學一些有關電影的東西 遲些可以幫你 那我先走了 你的王導演, 真是醜 你怎麼回我呢? 你給我… 我還沒想過你, 你在這裡上班 我還不想過你, 外交給你 阿姐, 亂打算 我們開門, 把門打算 好嗎? 休息一下, 喝糖水 女兒, 回來了? 我 funeral給你 謝謝 麻煩伯母 不用 為什麼你在這裡? 伯母弄不成小孩會的功課 所以我找我來幫忙 但是你不是要補拍些東西嗎? 我是沒空的, 不過你又要加班 他們的功課又趕著交 沒人幫忙, 我就定下了 進區不知多好 我只是電話打給他 他就馬上走來幫忙 這麼好的男生就去哪裡找? 女兒, 嫁得過 媽媽 KK, 你今天這麼晚才回來? 出去見客嘛 第一天上班就要見客? 這是什麼客人?很重要的 Marco約了一個發行商 我就跟他學習一下 但是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要把一部電影帶到外國 要經過這麼多複雜的程序 所以一點都不容易 看來發行商也教會你很多東西 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是男人, 高大又英俊, 還很有型 他還問我拿電話 那你有沒有給他? 人家是大客, 怎麼可以不給? 好 要不要? 你給我當然要 那…你又要怎麼回家? 我就乘貴的車回家吧 女生那些超級豪華 還是客人的名車? 地鐵, 超過一千萬, 很貴的 晚了, 你快點回去吧 明眼生的功課, 我跟著就行了 好, 那我先走了 伯母, 是 謝謝你的糖水 走了? 走了 我們做功課吧, 再見 再見 謝謝 再見 再見 躺著 這隻雞來的, 你這隻小隻雞 下次多謝你光顧許細 孟營仔 我知道這一行業 但搞得來這裡真是 無論今天, 明天, 以後 永遠都是自己人 無論大家去哪裡 我們永遠都是最好的姐妹 哈哈哈哈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這條片呢?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和share這條片就可以了 覺得不夠猴上Ancore 立刻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吧 就連TVB其他劇集精華都任你看 之後再在這個頻道和大家見面